Hello,很久沒有拍片 我現在生的BB差不多五個月了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我在印旗時穿的年新裙 這些年新裙都是在淘寶買的 我發覺在淘寶上面 買孕婦的年新裙 或者任何和孕婦related的東西 是特別貴的 就算最便宜 我都已經有用過柏勒圖的功能 去找到其他不同款 不同價錢 不同買家的物品 就算最便宜 都差不多要一百元 對我來說 真的很貴 因為我平時買習慣 十幾二十元的東西 所以我決定自己用肉眼 去看看有哪些裙 可以足夠有彈力去 支撐 去撐起大肚子 就算是大肚子也穿得 其實用肉眼看就不是很準 我也試過有幾次買了一條裙 他在網上看 應該看起來很有彈性 原來買回來是不是的 我的肚子是完全濕落 有時候可能拉到屁股 連屁股也過不了 以下我要介紹的裙子 都是通過了彈力測試 通常都是一些貼身有彈性的裙子 有彈力度 所以這些裙子是任何身形的人都穿得到的 無論你是很瘦很肥 甚至是大肚子 他的彈力都是根據你的身形 會貼著 這樣呈現出來 為什麼我在印期的時候 喜歡穿一些貼身有彈力的裙子 因為在印初或者印中期的時候 其實你戴好人家未必會看到 你搭這個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 人家未必有好避忌 可能就會撞你 但是你貼身裙 表現得明顯一點點 你是戴肚子 另外我以下的片段 有一些在中期拍 有一些在印後期拍 我中期的時候還算是很精神 去到後期又開始有點累 日子還要很腫 我的同事都說 為什麼你的人整個樣子都變了 鼻子變大了不知幾倍 臉又腫了 整天都很浮腫 又很沒精神 你還不想看你手一樣的傷害 所以學會你愛 一而再再再 一而再三而再 Hello 今天我是23週兩日 到底有什麼姿態 大約是20週五六日的時候 突然大約很冷 肚子好像快爆 我才釋懷 來著無限刪著 太一句太某樣了吧 我也搞不夠 因為我也曾經站在門外 為了你上山下海 為了你掃空過來 滿足你眼神裡 今天是26週兩日 現在肚子又比起 之前一、兩星期又大了 我整個人又再肥了 圓潤了很多 想起來 為了你眼神裡的崇拜 女孩 我的故事 因為你而展開 為你學會忍耐 為你愛 為你壞習慣 我都改 你還 不想看你手一樣的傷害 所以學會你愛 多怪 你真正要的愛 你真正要的愛 滿足你眼神裡的期待 為了你不肯懈怠 在淚眼偽裝起來 為了 你眼神裡的崇拜 女孩 我的故事 因為你而展開 因為你學會忍耐 為你壞習慣 我都改 女孩 不想看你手一樣的傷害 所以學會你愛 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錯怪 你還需要我的身懷 你還需要我的身懷 為你快進 像個小孩 你還一樣是我的女孩 你還需要我的身懷 我不隨時擺開 其實是我還需要你 對我依賴 女孩 我的故事 因為你而展開 為你學會忍耐 為你壞習慣我都該愛 女孩 不想看你手一樣的傷害 所以學會你愛 一而再再二再三而再的錯怪 情願讓我不想那麼快和你分開 愛 我的女孩 愛 一而再再而再三而再的 什麼才是你真正要的 情願讓我不想要那麼快 愛 就和你分開 到底有什麼姿態 太不會顯得我在釋懷 來著無限 刪著不來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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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